我們現在給各位做一個示範 你可能在網路上看過這樣的影片 但是我當場做給你看 這裡有個鋁罐 我裡面加一些水 然後呢把它放到火上加熱 把它放到火上加熱 加熱大概一分鐘嘛 重點是要讓它能夠冒煙 產生水蒸氣 讓它加熱 希望它趕快能夠冒煙 然後產生水蒸氣 然後呢 等它有很多很多水蒸氣之後 把它放到水裡面去 把它放到水裡面去 然後就會看到一些現象 如果你曾經在網路上看過影片 你就知道這是因為它的氣壓力所造成的結果 重點 然後冒煙 要產生很多的水蒸氣 現在冒了很多很多的煙 表示了產生很多很多的水蒸氣 讓它產生水蒸氣 冒煙 然後呢 迅速的把它放到水裡面去 迅速把它放到水裡面去 壓扁 壓扁 這樣子 因為大壓力很大 所以把它壓扁 但是 我要多問一個問題 這是個空罐子 我沒有往裡面加水 我一樣放到火上來 一樣給它加熱個一分鐘嘛 讓它加熱 當然它就不會有煙對不對 OK 不會有煙嘛 因為沒有水 沒有水蒸氣 你也學過那個煙其實是不是水蒸氣 不是嘛 是小水滴對不對 因為水蒸氣冒出來 預冷凝結成的小水滴 很不重要 你那邊就把它加熱 一樣給它加熱個一分鐘 讓它夠熱OK 夠熱 好嗎 有煙欸 好慘 表示裡面還有水 但是就時間就會失敗 如果沒有關係 可能還要好一點 沒有 我的問題就是問 為什麼剛才有 現在沒有 我剛才的敘述中 已經暗示你答案了 為什麼你就會這樣子壓扁了 另外一個卻沒有 為什麼 你們平常指導的時候 你說啊做大氣壓力的實驗 啊壓得好扁啊 但是我問你說 為什麼一個有一個沒有 你如果想一想看 為什麼一個有一個沒有 OK 他還沒再做另外一個 大氣壓力的示範實驗 這個應該也看過 這裡有一個抽真空的罐子 當然它不可能抽得很真空 但是有一點效果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抽氣 這跟我們教的密閉容器那個不太一樣 我們知道密閉容器裡面 都是溫度改變 或者體積改變對不對 這個是分子數改變 樹木改變 抽氣抽走了 氣體變少了 然後呢壓力就變小了 所以這氣球就應該變大 它底上的棉花糖應該也會變大 給它抽 給它抽 努力的抽 你會看到它氣球會變大 鐵花糖也會變大 如果你覺得變大不夠明顯 縮小就很明顯 回去之後就縮小 OK 就告訴你 氣體分子多 壓力比較大 氣體分子少 壓力比較小 好 停 看看這高中會教 高中會有什麼差差定律 你想一想 我前面跟你講 體積小壓力大 體積大壓力小 P跟V有關係 如果你要寫數學詞 你要怎麼寫 好了 我們又學過了 溫度高壓力大 我們學了分子數多壓力大 我們學了體積小壓力大 有一個體積 有一個分子數 有一個溫度 然後呢 各自有正比跟反比 如果要把它寫成公式 你要怎麼寫 你想一想看 要怎麼寫 這個在高中 就變成XX定律 某某定律 就有一些計算子 而是應該你的國中的正比反比的想法 就能夠告訴你 是怎麼一回事 OK 想一下 他應該是怎麼樣的關係 OK嗎 OK